现在呢我们继续和佳佳谈这个华人社区对精神健康问题的看法 那另外呢得奖的同学呢也会与大家分享他们得奖的心得 那我想请问一下今天这个directing change和跨文化基金会 就除了这个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e还有什么其他奖项吗 好的那么directing change呢他们是有两个大的类目 一个类目呢它的英文就叫做suicide prevention 另外一个项目呢就叫做mental health matters 然后在这两个项目的下面呢都可以去选择另外一个知系 就叫做through the lens of culture 换句话说呢我们是鼓励这些不同族一的高中生大学生 如果你有喜欢自己的母语然后你习惯你自己的母语 而且呢你生长的环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在这个特殊文化中成长 那么我们鼓励你能够用你的文化的角度来切入 然后来理解来探讨的精神跟心理各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样子会有一个不同的诠释 对我很赞同佳佳讲的 因为就是像很多尤其是新移民的青少年 他们可能面对的压力就是更大还有语言的问题 那我想请问一下那如果大家要参加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呢 好的是的我们这个活动事实上是给所有全加州所有的高中生 所有的大学生都是可以鼓励他们来参加 那么这一次呢除了我们收到了456个这个短片 那么事实上参与的学生呢有1342个学生 在这个456个影片里面 因为有的短片它不是一个学生参与制作 他们是一个一个team就是一个团队 那么所以1343个学生 而且呢它在全加州里面有110个学校 就是110个高中跟大学合起来 一起来共襄胜举这个活动 所以说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借着这个影片 我们希望所有的青少年的朋友 青少年朋友你们的家属 你们的师长 凡是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有负担的 有爱心的我们都很欢迎你们来来看这个影片 在他们的网站 那这个网站呢就是directingchange.org 跟culture2culture.org 我们非常欢迎你 他们的每一个短片都是非常的生动 也非常的勇敢 他们讲出了他们的心声 他们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现在我们很高兴 我们遇到我们湾区来的同学 他们都是来自Fremont Irvington High的同学 那请你们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Hi, I'm Jessica Lee And I'm from Irvington High School in Fremont And what's your name? Hi, I'm Shreya Barma From Irvington High School in Fremont And I'm Kevin True And I'm also from Irvington High School in Fremont 恭喜你们 你们今天赢了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是叫 Each Mind Matters Directing Change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青少年这个精神健康的问题 是不是很严重呢? 精神健康特别是在湾区 我感觉是很严重 因为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很注重 在湾区就很注重 学习 就层级 然后就会反而让学生很多压力 就我感觉好像 可能有些学生就不懂 怎么调节他们的生活 然后会引起很多stress 但是然后我就认为 应该要教学生怎么 就是 教学生怎么 打开这个心结 对 打开这个心结 来 就是最主要就是可以休息一下 不用这么stress out 对对对 那我想问一下你了 你是V2 你是个主角来的嘛 那你 那个是否你的心声来的? 我自己的想法是 全部这些 在学校全部的朋友 都有一时会觉得学校是很难 不过如果我们 就是跟我们的朋友 跟他们说话 告诉他们我们 我们怎么 或什么是很难 在学校里 我们的那些 stress 就可以减少一些 和合同朋友 每个人一起 都可以帮助一人 非常好 所以你觉得现在你赢了吗? 它觉得很创丰富 知道我们能够成分 和这些人 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听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听 所以它是很创丰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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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idn't want to be myself I felt constrained tied down defined by something I couldn't control I was drowning drowning fast I didn't want to accept who I was I tried to hide it and become someone I wasn't but it made me more distant and alone it wasn't until I reached out myself did I know that help was there family friends and even teachers you'd be surprised who wants to learn your story learn who you truly are and appreciate everything that makes you you so go out there talk listen laugh love and share because your story matters and we want to hear it one in five teens experience a mental health challenge but every team can help to join the conversation visit eachmindmatters.org 那正如佳佳以及得奖的同学所说精神健康问题在华人社区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且很多人呢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一讲到精神问题呢就觉得 那个人有神经病其实如果大家发现身边有朋友或者亲人精神有异样的话 请记得多多关心他们就能防止很多悲剧的发生